日本在大地震过后实施限电 对民生和产业都造成了影响 由日本厂商现在透过外交部 向我国紧急采购中小型的风力发电机组 而因为国内厂商在这方面的制造技术已经很成熟 目前正在清查库存量 只要日本提出具体的数量需求 在一个星期之内马上就能出货 这两只看起来像路灯 又像装饰的风力太阳能发电机 就架设在公园里 不但不会影响民众生活 还能提供周边路灯所需的用电 只要有风力 有阳光就能发电 对现在缺电的日本来说相当需要 大地震发生后 有日本厂商透过我国外交部 向国内厂商紧急采购中小型的风力发电机组 他们需要有一些紧急供电的系统 所以他们就找我们台湾 那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 那台湾在中小风机在国际上非常有名 那主要是我们整个从叶片到机电的系统 我们相当完整 马郑基表示台湾的中小型风力发电系统 技术成熟 像这样三百瓦的小型风力发电机 只要每秒两公尺的风速 也就是树叶会动就能发电 再加上下方的太阳能板就能产生五百瓦的电 运作一天就能储存三到五天的电量 至少能支援路灯照明 手机通讯和简易的生活家电 而且体积小组装方便 安静安全又环保 目前国内厂商也在讨论如何协助日本 日本他这边如果马上需求台湾这边产能应该马上就有 一两千套在台湾应该一个礼拜出货都没什么问题 协会表示目前国内有三十五家厂商可以提供货源 现在就等日本提出需求量和规格 会尽力协助解决当前的用电危机 同时也向世界展现台湾风电产业的竞争力 记者在日文新竹报道 协会尽力协助解决当前的装处理 画也很为 是 词